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两个鬼子交回之后 背对位各自行走约五十米 报时约三十秒 距离太近 间隔太短 过不去 告诉你 大家出去 stone 山队 描开 eighteen 十二秒 冲过去的把握吧 我平底百米十一秒 十一 冲过去的科码 白马兄 阿沃 警戒手机 今朝中川将军的宣教通知 你不聽話嗎? 中國特選隊已經超過操作線了 那當然了 但你也想要最重要的地方攻擊 這裡有価値的侮辱 文句說吧 照顧好看 你看这些战俘的丑桌 除了有咱们的人 还有美军英军的 居然还有共党领导的电锡游击队 可是共产党的人你觉得很意外啊 没接触过 也不了解 但是我知道 这些人们在江总裁那儿 可是心腹大患 国共早晚有一战 跟我们这些地下的小屁没多大关系 每次任务干好自己的活就行 赢九二的话要抓紧 没时间了 咱们现在账户的情报不足 获利配置也不够 现在行动太冒险了 队长 这个战俘营啊 就在这个工地往北二里地的地方 他们外边布置了很多反部兵雷区 我跟上官靠不上去 所以里边的情况我们一无所知 还有 从外面看 这个战俘营是新建的 守护设施齐全 什么铁丝网啊 撂网楼啊 重机枪 火力点 全都有 战俘营里韩留了一些战俘 正在打地基建营房 韩建了那个发电机房 电线都已经扯上了 鬼子是打算长期驻扎 这战俘营看起来能容纳多少人 要我看 塞进去五百人 绰绰有余 我就想不明白 鬼子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关押这么多战俘 还有 这个工地 到底在建什么呀 管他是建什么的 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是把那个爱德华救出来 说得轻松 怎么救啊 晚上 日月黑风高 来个突然袭击 趁乱把人带出来 月黑风高 几百个战俘窝在一起 等找到爱德华 还个菜都凉了 何况鬼子重兵把守 守卫森严 想偷袭 哪那么容易啊 哎 我觉得小七说得有道理 就算咱们偷袭得手 一旦我们这边闹出动静 周围负责搜索的大批鬼子 用不了一个小时 就能赶来增远 到时候我们插尘南飞 那你们说怎么办 就这么回去 然后跟市长说 报告市长 我们这次任务失败了 我来分配一下具体任务 老大 你已经有完整计划了 这个时候就别拍老地了 现在对于我们来讲 最宝贵的就是时间 要想取得这次营救任务的成功 我们要见走偏锋 老大 你说咋干就咋干 后天凌晨两点 准时行动 小七 明天天亮之前 把这封信 放到地图上 标注的岩石上面 做上一个十字记号 如果有可能 再放上两把短枪 和一些可以携带的干粮 后天晚上行动之前 你要把战复营的垫 全部断掉 重点关照几个 重极强火力点 负责外围接引 明白 老罗上官 今明两个晚上 你们要把战复营前面的雷区 拓关住一条通道出来 老大 我们俩的活就这么简单 我话还没说完呢 大家关债 土著部落的一个寨子 现在被鬼子站里 弄了一个简易冰冷场 大概有一个大队的鬼子 在那里铸铸 后天晚上十二点 记住 这个事情很关键 十二点准时行动 你们俩负责骚扰 偷袭 动静弄得越大越好 想尽一切办法 把这个地方 负责外围搜索布防的鬼子 吸引到达关站 给基金援助 务必偷着他们三个小时 有把握吗 没问题 不要练战 三个小时足够 凌晨三点到小林川 找我和小琪回合撤退 队长 我们到小林川撤退 那过来的时候 鬼子在那边不防言辟 咱们俩过去 不就是把不防的鬼子忘了 达关站吸引吗 看我这脑 那就没问题了 到时候没有鬼子防命 我们带着艾德华 就有机会钻出去 还漏了什么吧 艾德华呢 我们怎么救 不是我们 是我一个人 你一个人 天徽之前 我要混进集中营 快点 快点快点 有宋快点 快点 前面 快点 回降 它 愿 documentation 鼞 designer Ich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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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